大家有没有看到烟雾鸟绕 哇 有没有感觉自身仙境的感觉 我现在在海拔1500公尺左右 在阿里山的旁系 你看 哇 是不是很棒呢 现在在高雄的朋友 有没有觉得很热啊 然后在台北的朋友 应该也觉得有一点热对不对 然后你看我在这样的天气里面 嗨 大家好 我已经快到目的地了 你看现在已经两点了 我还没有吃中餐 肚子好饿哦 但是呢 看到美景 还是很想要分享给大家 哇 身不见底耶 完全看不到底部耶 但是风好舒服哦 你看这个 有没有感觉 我的头发被吹了 有没有感觉 非常的舒服 我们现在马上呢 呃就要到 我们住在那个野江花民宿 好像我每次来都住那里哦 因为那里呢 我觉得最干净 最舒服 然后大家都吃饱饭了吗 今天大家都愉快吗 都好吗 哇 哇 给你们看看风景哈 虽然 山路 哇 你看 有没有 全部都是云雾哈 很像那个罗广伟老师的 云雾系列 有没有 哈哈哈哈 哇 我看到这个美景觉得好熟悉哦 因为我小时候就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对这里呢 是特别有感情的哈 呃 你如果没有在山上住过的话 你可能很难体会我这个感受 但是我相信你只要到山上去住过一两天旅游 就很棒 哇 刘品爱你在吃芭蕾啊 我好羡慕你 你不要说你在吃什么 我现在肚子好饿耶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呃 对 巧琳 这是我的放松行程 我要来找非常好喝的茶 我是 呃 也是为了我自己啦 也是为了我们很多VIP啊 很多VIP都说 老师你吃什么 我们都要跟你吃一样的 哎 好像是不是快到了 哎 这里还有茶田耶 哎呀 看到没 这就是茶田 哎 看到没 这就是茶田 而且你看这里的茶为什么特别好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的那个云露鸟绕哈 所以它的水分非常的 呃 充 充足 刘品爱 哎呀 小鸡很听话 正在喝乌龙茶加芭蕾 哈哈哈哈 好可爱哦 哎呦 这些粉丝们真的太可爱了 你看这么美 哇 你看感觉一览无遺 这象征我们的前途光明 哇 真的好棒 玫瑰花也买好了 哇 今天是 今天是春分啦 那你们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一样到郊外来 我替你们来踏青 把这一份好运呢 送给你们 回向给你们 然后现在呢 外面有稍微飘着一点点雨 哎 我也不晓得这是雨还是雾气 雾气 是雾气啊 不是雨啊 哇 那怎么好像下雨的感觉 哇 真的很棒 对不对 这里还我们还没到吧 还 到了 叶江花 叶江花已经到了 哎 太赞了 太赞了 给大家看看 叶江花民宿到了 哇 有没有很美啊 上次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哇 真的很棒耶 好 我下次来拍一下 叶江花 其实叶江花也是我很喜欢的花 只是市面上很难买得到 哇 真的在云雾中耶 哇 你看你如果哪一天来山上盖一个这个别墅 然后前面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很棒 哇 有没有看到云雾缭绕 哇 你看 这个走在路上呢 很像前面都看不清楚对不对 这个就是叶江花民宿 不是下雨哦 是雾气哦 哇 好棒哦 叶江花哦 我们就住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住在楼上的阁楼 我最喜欢这种小木屋了 啊 我的目标就是在台北市盖一个小木屋 但是好像不太可能 哈哈哈哈 嗯 我不是吃藏树啦 我经常吃树 我喜欢吃树 不喜欢吃肉 啊 但时候偶尔有一些应酬 或者陪伴家人呢 也是会 啊 稍微吃一点荤的东西 啊 所以呢 啊 就顺其自然 你看 这个是长廊 有没有好棒 好啦 我要去 我要去那个 喝茶的地方了 找到好茶的时候呢 直播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来欣赏一下好不好 那我就先这样子咯 先拜拜咯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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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